大家好,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8号,周五,现在是晚上22点45分了 刚才给大家聊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游行示威 到天安门广场,到中南海新华门 主要是因为第二炮兵占用了人民大学的很大的一部分的面积 让人民大学非常不方便 那么很快的校方与二炮谈判结束 对方答应分期分批退还校舍 就是九几年的时候还没退完呢 还有一小部分被他们占着 我们的诉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宣布复刻了 校园瞬间恢复了平静 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 这次活动是新中国,红色中国 第一次学生自发的活动 大家利益一致 共识度高 进退有据 理性平和 事后没有一个人遭到秋后算账 大多数老师都抱有同情支持的态度 有的还参加了活动 据说只有个别教授受到内部的批评 很温和的批评 本次活动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诉求目标明确适度 二,组织工作良好有序 三,过程没有出现失控 四,结局皆大欢喜 这些特点不仅是空前的 到目前为止也是绝后的 是唯一一次获得成功的学生运动 还有一个有意味的事情 这次活动的程序 程序是上街 新华门前静坐 递交上书 要求对话和提出的对话条件 就是副总理以上的要出来对话 与十年后北京那次活动的起始阶段 一模一样 十年后就是1989年 说是一模一样 我们这次活动外界所知并不多 隔了十年 他们的做法竟跟我们如此相同 这纯属巧合 却并非没有原因 我个人能想到的 比如对对话级别的要求 可能反映了中国人对体系的认知高度一致 为什么不再高一点或低一点呢 指的是要求副总理以上出来 再高的大家都知道绝对请不出来 比如说总理 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再低的比如部长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这些都很有意思 值得研究 这还有他们的 你看在天门广场游行 1979年的照片 这次啊 其实为什么他们成功了 因为他们没有政治诉求 他们就是想把那个笑舍 从二炮手里要回来 他不像八九年那次 搭到关岛啊 后来对邓小平 对李鹏都有很大的不满 都表达出来了 对吧 那会我记得很多小学生 都往地下摔一个酒瓶子 或者是什么汽水瓶 小瓶子吗 不就邓小瓶吗 是吧 还有很多人直接喊出来 说李鹏下台吗 十几年后 1992年 我住在洛杉矶 同学老孟 从费城来玩 费城就叫费拉德菲亚 是吧 聚会时 他叫来了老肖 我跟老肖握手说 老肖啊 我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老肖把眼一瞪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你就是人民大学的柴林啊 他说他是人民大学的柴林 柴林给人的印象就比较激进 比较强硬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大笑说 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 我可能还跟你争呢 可三年前我在海外旁观了北京的事 92年吗 三年前89年吗 8964 终于明白了 当年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因为你跟一个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讲理 他手里有武装 对吧 我向你道歉 他说当年你对了 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给你鞠躬 老肖也笑了说 我们经过文革的 知道要讲斗争策略 当时如果一直做下去 很难想象结果 对啊 学生越来越激动 焦虑 烦躁 愤怒 是吧 如果一冲击中华这个新华门 是吧 那中央警卫团的万一再开了枪 这事就不可收拾了 是吧 但是他们学生也没有那么大的要求 他们这次运动没有什么政治诉求 就是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 事后啊 是吧 很难想象结果 即便答应了你的条件 事后也得开除几个人 他说的对着呢 是吧 对于共产党来说 他们 共产党轻易不会认错 是吧 即便他做出让步了 他最后也得报复一下 也得收拾几个领头的 就跟中国的国内维权 很多时候是这样 比如说 重庆的叫PX项目什么之类的 很多项目也是 比如说他 有污染啊 上万人上街了 说是散步 到厦门市政府散步 但是最后他很有可能就把领头的抓起来 判几个 然后呢 大部分人是获益了 但这几个人呢 是吧 就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和代价 老肖呢 出生在美国 父母呢 热爱新中国 抱着他回了北京 小孩的时候回北京了啊 从美国 他是老三届的 上中学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有丰富的经验 也有深切的反思 所以他的性格 虽属于偏激 偏激冲动型的 但看问题 却理智 理性明智 他说他这辈子 唯一想干的事 就是读书 因此在人民大学 一直念完了博士 然后 他翻出 就从家里边翻出来 找出来 自己在美国的出生证明 去了大使馆 立刻获得签证 他定居在洛杉矶 仍然在大学里工作 你看说到这儿 大家就明白了吧 你只要是在美国出生的 美国就都认你 最起码给你签证 这个美国这国家是真好 是吧 类似的 比如说还有一个叫韩秀的 韩秀和赵清阁 就是老舍的那位红颜知己 好像还沾点亲带点故 最起码韩秀的姥姥跟他们特别熟 而且这韩秀从小就跟老舍呀 赵清阁呀 很多文化名人都认识 这个韩秀的母亲是中国人 父亲是一个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个武官吧 反正也是个美国的军人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韩秀就出生在纽约 特别小的时候 一两岁吧 然后委托一对老夫妇 然后他妈让他回中国 他姥姥在上海的码头上接韩秀 接他的时候 正是国民党失败的时候 本来他姥姥有机会去台湾 结果就为了等着孩子 没去成 之后在大陆 他姥姥以及韩秀本人 就受到了很多的迫害虐待 他回美国的过程非常的不容易 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再见